母猫呢属于季节性的发情都在春秋两季 母猫的发情周期一般是15到28天 一般发情呢持续3到7天 当母猫达到性成熟的时候 就会发情主要表现外粘人 爱叫食欲差翘屁股等等的症状 如果呢在发情期没有交配 间隔一周内呢会反复发情 母猫呢一般在8个月左右开始发情 但不建议在第一次发情时就交配 此时的母猫呢还未达到体成熟 还处于生长发育阶段 若是要交配很容易导致死胎 畸形胎和流产 若是不做繁殖的母猫 建议做绝育手术 可以呢有效的减少母猫老年患 子宫蓄能子宫肌瘤 乳腺炎的几率 绝育时间呢最好选择母猫 第一次发情过后 术前呢进食进水6个小时 术后呢6小时才可以给予一定的流食 佩戴好伊丽莎白圈 另外呢可以预先准备好手术服 以防母猫去填饰伤口 请不吝点赞 这是 aspiration